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位呢 是我们这个Cano的里面的重要电影演员 是弟弟谢俊成 还有一位是导演马志祥 马倒 还有一位呢 是跟谢俊成是兄弟 在真实世界里面是兄弟 这是谢俊杰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文史工作者李昆成 好 欢迎这个五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Cano的年代 这个就是最近的这部电影Cano Cano就是Cano的意思吗 对 是日语加农的意思 Cano都可以这样 Cano Cano 所以是用日文比较精准的 它就是日文啊 Cano 加农的日文 不过最近因为这个票房已经突破一亿五千万了 这离回本海一段距离 东中开多少 东中三亿多 三亿多 三亿多 要卖七亿 差不多 至少六亿以上 至少六亿以上 所以可能要靠海外一些 在大阪听说很轰动 我非常 我吓一跳 因为我们都非常担心说 日本那边对待甲子圆的观感是什么 但是没想到他们的反应非常棒 因为大阪的是亚洲电影间 你们是开幕片的 开幕片 结果反应有多棒 一开始我在电影院的时候 我很担心 因为他们都没有反应 不知道日本人看电影是不是比较含蓄呢 还是比较认真 看的过程 对 日本人是这样子 结果 结果 刚片名一上来就能拍手了 那我想说 是不是 是不是他们规定这样子还是什么 但没想到 最后 他们打进冠亚军赛的时候 全场拍手 在影片还没结束 全场拍手 我就安心了 接下来我就听到醒鼻涕的声音啊什么的 然后影片结束之后呢 看完就感冒了 差不多 然后影片结束之后 我们都到台前接受他们的致意 他们全部起身 然后欢呼鼓掌 我不知道时间有多久 但是我知道我脸已经笑僵了 你看有很久的一段时间 听说有五分钟 五分钟 对 然后之后呢 我们听到我们那个饰演靖臣冰太郎 那个勇爱正宁先生 他说 日本的观众 通常比较严苛一点 尤其是大阪的观众 那你能够让他鼓掌已经了不起了 更何况是起立鼓掌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兴奋 所有的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演员 我们都 都几乎都含着泪水 这个是 大概是第一次 有台湾的电影 在日本变成朝日新闻的头版头条 请大家看 这是朝日新闻 这是今年3月5号 大概是你们去大阪 大阪之前 大阪之前吗 对 他们怎么会报道这个 因为那个是 呃 呃 好像是二十 二月 三月二 二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们在 在那个嘉义首映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有派记者来台湾了 对 对不起 朝日新闻要补充一下 朝日新闻在日本是超级大爆 是 他们发行量超过一千万份 对 不好意思 你说 不是朝日新闻 朝日新闻跟甲指缘有很浓厚的关系 所以当然很关注的事情 日本NHK 也特别新闻报道两次 在他们 我有看 对 在这个嘉义大游行的时候报道 然后在高雄的那场 万人的在球场看的那个 然后握手握到半夜三点 是不是到三点 对 因为这应该是历史的巧合 甲指缘是在九十年前 1924年 那一年是甲指年 就是在京都大阪地区所建的一个野球场 那刚好这个故事 大阪音乐节 那我们配图片 来 这是当年的甲指缘的这个 我有带 我有带 这个就是这本 就是朝日新闻社他们的纪念写真帖 然后在他们 这是在日志时代的时候出版的 然后这是1940年的甲指缘 那刚好这个棒球场 那是看台对不对 这是整个他语演 所以整个全景 整个这个甲指缘的全景 那我们这个是只有截图而已对不对 就是那个球场的部分 OK 那甲指缘 那你没有现在的吧 看一下现在的 甲指缘的野球 现在的 好 现在的 你看背景就好了好不好 前面这些是演员 OK 现在变得比较新了 OK 他的野球比赛 从一开始 就是由朝日新闻社主办 甚至于现场的实况转播 一开始从广播 都是由朝日新闻社处理的 所以他等于在跟朝日新闻社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想不到这个90年前 朝日新闻社所新办的这个 野球的比赛 盛况 经过90年后 他们会看到一个台湾的电影 其实那样子的高中半球比赛 其实在那一届来讲 应该是第17届了 17届 对已经17届了 但是那个球场大概用7年 1924年 那一年天干地支来讲的话 是甲指缘 所以叫甲指缘 所以很口气 那台湾的棒球队之前 已经打了八届了 那不是第一场 就是赢了一场 然后就输了 那去的只有四个球队 都是台北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建国中学 就是台北一中 然后台北工业学校 就是我们后来台北工专 现在台北技术学院 然后再来就是台北商校 商业 那第四个就是 那个 台北的另外一个学校 就是只有四个学校 曾经去打过 那加农是第一次南部得到冠军 本岛的冠军 然后代表去参加 那这个 马导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就是要打入甲指缘到底有多难 我们都知道 甲指缘其实是 在日本一个高中的棒球殿堂 那为什么是个殿堂 它是个圣地 为什么是个圣地呢 就是你必须是要代表 你的地区的总冠军 然后才能够得到 这个前进甲指缘的门票 那么你到了甲指缘之后呢 就是日本的 各地的所有的冠军 集合在甲指缘 然后单淘汰制 只要你输一场 打包回家 所以你要 几乎是从地方 连胜到甲指缘 再连胜你才能够得到 那个总冠军 对 所以 因为加农 加以农林学校 其实以前的这个棒球水准 应该是说 算不败地嘛 北部比较厚嘛 以前是北部都拿冠军嘛 但是加以农林都没有拿过冠军嘛 还是买来打台湾冠军 跟去打甲指缘嘛 那是很不简单的嘛 打到冠军账嘛 我收到当年的实况转播的唱片里面 就特别把加农跟北海道这一场 做成了唱片的录音 对对对 当年的实况转播 那个唱片还在啊 我还在 你不要爆菜给我们听听看 等一下 等一下 当年是这样 就是说当年因为 这场比赛实在是太风洞了 所以唱片公司就跟朝日新闻社合作 可能没有唱片公司 古轮没有唱片公司 把实况转播做成唱片 对做成金花板 就是他出了四面 可是我都知道比赛结果 我还在听一次啊 还在听啊 听啊 因为那个 就像今天那余韵嘛 美好的回忆啊 所以他是四面唱片 第一面是开幕典礼 就跟电影一模一样 就是一对一对进来 然后哇这样子欢呼的开幕典礼 现在有一种代指也很迈 就是Michael Jordan得八十几分 得六十几分那种 应该说那个年代 那种转身 应该说那个年代是 影像是没有 所以都是用听的 当年的比赛的时候是 叫做我们叫收信机 现在我们叫收音机 萊基尔啊 萊基尔刚开始 萊基尔刚开始 尤其这部电影最特别的是 台湾的广播是从1928年开始 但是1928年开始的时候 只有1K 只有台北地区听得到 台北放送嘛 到了1931年的1月15号 就是在新公园那个台北放送啊 对台北放送局 然后到1931年的1月15号 在板桥设立了一个10K瓦的 那当时嘉宜要怎么听这个词 所以就我会说 对1931年的1月15号以后 嘉宜到台湾 所以刚好这个广播的第一年 又遇到这个嘉宏的比赛 所以在嘉宜的喷水池 嘉宜的街上 那真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那个书店的老板就买了卡巴尼 书店的老板的那一台 书店老板的那一台 书店老板的那一台 萊基尔很重要 那一台萊基尔是 National的 就是松下信之助 National? 就是国际牌 现在叫Panasonic 然后那一台收音机 我家里收有一台 它就是在1931年 它从1929到31 全日本卖的最好 所以松下信之助 后来变成金银之神 就是靠那一台收音机 那是后面嘛 先休息一下 你去看看 你知道以前那个Walkman 几乎就像现在iPhone一样啊 美